8月21号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彼得达顿猛烈地抨击了昆士兰州州长帕拉索克 并且还连带警告了澳大利亚所有犯了偏执狂的州长们 如果你们在冠状病毒感染率极低的情况下 仍坚持关闭边境 将会使这个国家破产 彼得达顿谴责帕拉索克在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情况下 居然还在边境的关闭问题上玩弄起了政治 他指出帕拉索克为了追逐选票而忽视了基本的医疗建议 昆士兰州在3月25号关闭了与澳大利亚其他州的边界 7月10号重新对大多数州开放边境 由于维多利亚州爆发了第二次新冠疫情 该州居民仍然被禁止进入昆士兰州 另一边的西南威尔州因在8月8号记录了少量新冠病例 也被昆士兰州拉入了黑名单 对此昆士兰州长表示 只要澳大利亚南方各州仍然有新冠病例存在 昆士兰就永远不会开放边境 作为州长 他绝不会把该州居民的生命安全置于危险之中 但这些严格的举措 已经让生活在昆士兰边境附近的居民交互不堪 数十万人因边境关闭 无法获得专业的医疗服务 达顿表示 关闭边境对企业和家庭的弊大于利益 昆士兰封闭边境后的现实场景是 有人与自己生病的孩子分开了 有人无法获得药物也无法上班 他是由政治目的驱动的 我认为这会让很多昆士兰人感到沮丧 10月31号 昆士兰州将在个投票站举行州选举 达顿称他为帕拉祖客感到担忧 因为边境关闭使许多家庭被迫分离 许多企业遭受重创 达顿说 他和布里斯班机场公司谈了谈 他们运营着澳大利亚20%的国内航班 因为昆士兰关闭边境 他们数千个工作岗位正在消失 据统计 昆士兰自关闭边境以来 每天需损耗2100万澳元和173个工作岗位 其失业率创下澳大利亚最高 达8.8% 新澳大利亚州仅随其后 失业率为8.3% 南澳大利亚州为7.9% 这三个州都严格关闭了边境 但昆士兰州长却认为 关闭港口不仅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还能确保经济平稳复苏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表示 今年7月 7.5%的澳大利亚人正式失业 并且他还预计 未来两年 随着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得到缓慢复苏 澳大利亚的失业率将徘徊在7%左右 这也意味着 会有100万的澳大利亚人失业两年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菲利普洛 已要求各州在未来两年内 额外花费400亿美元 用于财政刺激方案促进就业 但在新冠疫情未平的情况下 澳大利亚的经济复苏更是遥遥无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